好 回到前进新台湾来看到最新的消息 刚刚土城的宫庙这边发生了枪击案 好 最新的讯息我们立刻连线记者郑凯忠 凯忠 哈喽 东西好 麻烦哦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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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开始 还没有朋友 可以了吗 主持分局的副分局长好 目前接受访问 我们来听听看 本分局在今天下午1点29分接后10民众报案 在本辖的日新街6号发生枪击案 本分局立即派员到场来查处 那这个凶手是怎么攻撑的 他现在目前初步的说法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开枪然后开了几枪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五名伤者状况吗 目前一个被害人 张姓老夫妻 他们是跟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关系 什么样的角色 目前我们还在离行当中 是跟宫里面的人 还在离行当中 他现在大概有多少人 他在救治 他是有朝着特定人是开枪吗 还是到处扫射 目前的话因为都还在救治当中 那目前的话应该是针对这个灵性被害人 灵性被害人他是不是有 之前有一些什么背景 比如说就是过去有没有一些恩怨 目前现在打听到底 目前的话我们因为那个患选还在 征询当中我们还在还在了解还在理清 换钱的背景大概是怎么样 换钱他是86年次的 那至于他有没有 那个其他的背景 我们也还是在查证当中 他自己 目前了解是还在查 他是自己带枪到分局投案了吗 到分局里面他是怎么攻撑 他是带两把枪 两把是制式或是改造 我们还在还在经验当中 还在经验当中 还在经验当中 好 谢谢 谢谢 基本上是一个别人 好 目前呢 其实警方现在在 好了可以听到这个警方到现场来 说明是说在现场是找到六个蛋壳 那就了解呢 当时这个枪击案之后 就有一名男子 主动到这个附近的土权派出所来投案 那他也说是跟这个一些铃国庆他 侄子的有一些纠纷 但到底是不是黑道纠纷呢 是警方怀疑可能跟六月 当时有一个天道蒙的角头 在停车上被行刑式的枪决有相关 那目前都还在厘清当中 好的 谢谢凯中 那么这一起枪击案 刚刚这个土权分局副分局长 是有来说明有五个人受伤 然后呢这个嫌犯姓陈 二十岁 他刚刚已经到案了 身上有两支枪 这是最新的情况 那另外呢 许静泰也要告诉我们 他刚刚收集他最新的消息 好静泰 好主播这起枪击案呢 发生在今天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那么其实呢 在刚刚稍早之前 警方已经出面说明 这一名枪手呢 年纪轻轻才二十岁 当时候呢带着两把枪 来到土城的寻天府 来这边犯案 那么其实呢 犯案的动机相当的明显 他就是要对准 寻天府的公主林立昌 对他开枪 那么林立昌呢 他也就是前立委 林国庆的侄子 那么当时候呢 林国庆和他的侄子林立昌 两个人呢 一起在这个土城区的日行街 来这边发放白米 那么刚好 今天就是初一 因此呢 这个寻天府呢 他们有一个习惯 连续八年以来呢 都会在这个地方 那么来发送白米 还有发送一些金牛角的面包 给民众 但没有想到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枪手呢 突然从后面开枪 导致现场非常多个人受伤 那么包括了林立昌 他的后脑中弹 没有生命迹象 那么重伤命危 被送往医院当中 那么送到双合医院的时候呢 他其实人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包括他的嘴巴 还有鼻子 都冒出大量的鲜血 目前呢 还在急救当中 那么其实呢 他这个林国庆呢 在稍早之前 他也说了 当时候呢 他人就在现场 而且呢 他还开了脸书 还打卡 并且也拍照 他呢 整个过程他都看到了 林国庆是表示说呢 当时候呢 他和这个林立昌 两个在现场的时候呢 歹徒来的时候呢 几乎是行刑式的枪掘 往后脑勺就开枪 而且当时候呢 这个林立昌 他被开了子枪 中枪的时候呢 人要跑了 跑了之后呢 其他的民众就追上前 怎么你会开枪 还想要跑走 没有想到呢 这名歹徒居然还回头 再开了第二轮枪 导致说有五个人受伤 而且呢 其中两个人伤势严重 命围被送往双核 还有送到亚东医院 那么其中呢 还有两个人是重伤的状况 重伤的人呢 他们分别是七十岁的 一名老人家 她是臀部有中弹 那么也包括了说 还有另外一名六十岁的女子呢 她是胸口中弹 两个人都被送到医院 这边来救治 那么其实呢 这个寻天府呢 这个宫庙呢 在当地算是相当的有名 连续呢 八年以来呢 都会来这边发放白米 而且呢 也有很多的义工 来这边共襄盛举 更有一些名人呢 当时呢 都会来这边参加活动 而且呢 今天发的米的量 还非常的多 高达了八千斤 来这边做善事 但没有想到呢 被枪手来锁定 而且呢 来这边要杀他 据了解呢 警方是表示说呢 怀疑说有可能 是和今年六月的一个角头 当地角头 被杀有关 那么因为呢 那当时候这个黄兴的角头 被杀害之后呢 疑似是另外一方的小弟 那么派人来这边 把林立昌开枪 那么导致说 林立昌呢 重伤命为 目前被送到派出所 那么目前已经逮到人了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行情 主播 好的 方谢靖泰 那么这个二十岁的嫌犯 已经到案了 那么据说呢 他可能是跟这个 巡天府的公主 也就是前立委 林国庆的侄子 之间有一些这个恩怨 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刚刚呢 发生事情的时候 这个林国庆害在旁边 正在直播 但是呢 后来很可惜的是 这段影片呢 好像呢被删除了 可是不小心删除了 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